日本拳王竟然被中国小伙打到躺地撒泼耍无赖 这场比赛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了 各位 现在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呢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 跨量级的中日大战 好 一上来 哦 双方这是火药味很浓啊 好 我们看一下黑色短裤的选手是中方选手赵小亮 那今天也是跨量级挑战眼前的这个红色短裤的日本猛将 秋山成勋 这个秋山成勋呢是一个日本的全残老将啊 如今的他呢已经是44岁的年纪了 好 高小亮这里双腿看看能不能盘住 这个时候拿背拿得很快啊 比赛开始还不容易 好 高亮这里双方是4天的一年纪了 这一段时间也没关系 这边就搞定了 好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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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 Battipa O Battipa потомуS extern Tです Tabiy Arrow 给我听好了 谁不服 谁就来挑战我 我剑一个 我打废一个 对方挺狂 所以说这种比赛 血气方刚的小亮 向他发起了挑战 赵小亮 在国内的话 他也是一位柔术教练 连续砸拳 对方的秋山成勋 44岁的老家伙 比赛开始还没有任何动作 他全程在挨揍 看一下小亮 还在尝试找机会 这个扣可能拿的并不是很深 应该是卡到对方的嘴上了 并没有拿到颈部 好用力 这时候再施点劲 小亮 哎呦就撒开了 我们的小亮的话是25岁 而对方的这个秋山成勋 45岁了 44周岁 好第一回合上30秒 连续砸拳 这第一回合完全就是我们在 这个单方面的套打对手 所以我就看着的确是很过瘾 但是由于双方选手的力量上的差距 还有体型上的差距 我们这边想锁对手还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对手200多斤 而我们的小亮才140左右 差了100多斤好像是 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压力 哎呦好了 哨声追降 比赛低回合结束 哎呦这个老家长得确实壮 这个秋山成勋呢 他评里呢非常热爱健身 同时也是一个健身教练 在日本很出名 这一次时隔十多年啊 再回到擂台当中 我中国小将打得很吃力 好那第一回合赵小亮的整体表现呢 还是很出色的啊 但是他的力量还是差了一些 因为面对这个将近是80斤 70多斤的这个身形差距啊 横跨了得有10个亮级 所以说打的还是比较吃力的啊 好都没有错 废错比赛第二回的继续 然后第二回跟双方的战力阶段 就会可以非常明显看到 那小亮的整体身形的情况太多了啊 好在战力阶段的话 小亮只能是脾气锋芒 哦再次主动暴摔 哎呦该这道甲伟学奸了啊 放松 哦这孤独领袭啊 很准 这速度实际并不是很快啊 所以说这个老家长的反应速度没用 再次来 我连续勾拳 又这个头部防守要坐呀 小亮 打的很鲁莽 严谨气盛啊 啊这个只想去 摔绿手啊 但是忘记了这个防守 此时可以看到这个小亮的 面部呢现在已经是被打成红肿的状态 对手牙的状态就还挺重的 对手牙的状态就还挺重的 对手牙的状态 刚才7号山整体 哦这一拳很准 我还以为小亮这个腿法很均衡 可能打拳这个还是不做防守 我的天呐 这个防守漏洞啊非常的大 刚比赛我怀疑是甲拳啊 一回打得很顺 第二回可能完全失败 这场比赛就是一场黑拳啊 哎呦这个比赛打得很难了哦 抓头顶膝还在打 看一下小亮怎么挺住 这头完全不做防守 我怀疑这场比赛就是一场黑拳啊 哎呦对方的日本选手他赢了啊 他很兴奋啊 这个老家伙时隔十多年重回这台 哇开始挡地撒坡了啊 没第一回合呢 他打得并不是很好啊 全程被压制 所以说心里的这个 就跟北区全部爆发出来了 估计已经哭了 而这第二回合那么小亮的发挥呢 有点令我们意想不到啊 没有想到他竟然 一个被对手按着打 这完全就不符合逻辑 这样比赛搞不好 有可能是有资本介入啊 我觉得是不排这种可能的 好这场比赛打得挺憋屈啊 那确实第一回合我们看的很爽 这第二回合呢 这才憋屈了 这也没二可说的啊 我们愿赌服输 那这个秋山成勋啊 当年的他 可以说是在整个拳台抽名昭著 被禁赛十多年 那如今啊 重新回到擂台啊 这下哎呦 开始来磕头来了 从这一点来看出啊 这家伙搞不好 还真是塞线花钱了 我们愿赌服输 这场比赛可能小亮还是年轻啊 昨天今天并不是很丰富 面对一个拳坛老将啊 而且这场比赛主要原因啊 是这个赵小亮呢 他跨量级去挑战对手 那很难 双方的身衣形 那大家也看到了 的确差了很多啊 所以说这场比赛 输啊也是情有可原 好本期视频到这里的话 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